他每个月会佩戴25天纯洁的白茶花与男人们约会 另外5天则会佩戴娇艳的红茶花近代月事的结束 他是巴黎上流社会最贵的交际化 他贪慕虚荣 热爱金钱 可他却渐渐与税务局长的儿子阿尔蒙相爱 他抛弃了繁华和灯红酒绿 搬到乡下与他过着平静的生活 不仅如此他还亏本卖掉了自己的珠宝 用以偿还债务和维持生活 阿尔蒙的父亲得知了儿子的恋情 他找到儿子说玛格丽特是个品行不端的女人 他不会接受他们在一起 并让阿尔蒙马上跟他分手 但阿尔蒙言辞拒绝 父亲从公正人纳得知儿子要把继承母亲的六万法郎赠予玛格丽特 但阿尔蒙解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他是一个内心纯洁的女人 看着被爱冲昏头脑的儿子 父亲无法理解他的这份爱情 玛格丽特劝说阿尔蒙 去找还住在酒店的父亲再好好谈谈 当他来到酒店时 只看到父亲留给他的字条 说明天在巴黎等他有事要谈 看着从酒店回家的阿尔蒙 玛格丽特边哭边紧紧地抱住他 分开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痛苦的煎熬 他以为再也见不到阿尔蒙 阿尔蒙拿出了父亲留给他的信件 说明天回巴黎找父亲再好好谈一次 愉快短暂的夏天转瞬即去 秋天的第一场雷雨悄然来临 深夜阿尔蒙始终无法入眠 玛格丽特轻轻拉他回到卧室 他问你会从巴黎回来吗 阿尔蒙肯定了他的回答 一个出生卑微的风尘女子 要得到一个正统家族对他的认可在外人看来仿佛是自欺欺人 然而第二天却出现了意外 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同意了他们的交往 阿尔蒙喜出望外 当他回来要告诉玛格丽特这个好消息时 女婆却说他一个小时前回巴黎了 他甚至连一个字条都没有看到 伤心的他独自站在雨中实在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撕碎了他的心 他连夜回到巴黎玛格丽特的家 管家说他刚和朋友出去了 他跑进屋子也没有他的身影 随后管家递给他一封信 信上说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请回到你父亲的身边 阿尔蒙痛苦不堪 父亲决定带他离开巴黎去和乡下的阿尔蒙妹妹住一段时间 正好帮他治愈情商 一个月后阿尔蒙重回巴黎 此时的他只想对玛格丽特展开疯狂的抱负 玛格丽特重新过上了整日不分昼夜饮酒跳舞 纵情狂欢的生活 阿尔蒙邀请了玛格丽特的好友奥利皮亚共舞 他们在舞池中旋转 向对深爱彼此的恋人凝视着对方 玛格丽特内心五味杂陈 极度像把尖刀深深刺入他的心脏 果然情场失忆赌场得意 阿尔蒙赢了一大笔钱 他把钱都给了奥利皮亚 聪明的女人看出了他的诡计 你还爱着玛格丽特 你靠近我只是想报复他 阿尔蒙请求他和自己在一起 并让他告诉玛格丽特 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伤心的玛格丽特用酒精麻醉自己 他咒骂奥利皮亚 为什么要取代自己和阿尔蒙在一起 玛格丽特无法接受心爱的男人 竟然和自己好友在一起 他心如刀脚 奥利皮亚气急败坏 要么让他给我道歉 要么我们之间就结束了 他们纠缠在一起 这时玛格丽特的好友赶来说他生病了 他一直在咳嗽 他活不了多久了 求你去看看他吧 但狠心的阿尔蒙说 如果他想见我 就让他自己来 虚弱的玛格丽特站在他面前 他求阿尔蒙原谅自己说过的话 但阿尔蒙却根本不想听他说下去 玛格丽特一把拉回了阿尔蒙痛哭起来 看着气不成声的玛格丽特 阿尔蒙不禁动情 他请求玛格丽特留下来 忘掉那一切不开心 就像他们之前的承诺一样 第二天晚上 止不住思念的阿尔蒙来找玛格丽特 却被女仆拦住说伯爵在里面 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去 阿尔蒙愤怒地离开 他写信给玛格丽特说 你今天早上走得匆忙 我忘记支付你一晚的费用 他把钱和信一起寄走 但他却收到了退信 玛格丽特看完后病情加重被送上救护车 当他赶去时 得知他已经和女仆去了英国 然而玛格丽特却无法停止对阿尔蒙的思念 他将火热的情话吞吐在单薄的日记本上 那天你去巴黎时 你父亲来找过我 为了证明我的真心 我拿出了首饭的典当单薄给你父亲看 他说你妹妹要出嫁 但对方得知你竟然和一个妓女交往时 对方退婚了 你父亲希望我能挽救女儿的幸福 阿尔蒙父亲捧起了她的脸 像亲吻犯错的女儿一样温暖了她的心 玛格丽特保证阿尔蒙会回去的 也许会痛苦一段时间 但不久一定会痊愈 繁华落后 他却独自在一国他乡吞下了这杯爱情的苦酒